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又回到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ya 還有袁醫生在這裡 袁醫生你好 Anne你好 大家好 還有一個星期沒有見 其實今次知道醫生會跟我們講解關於 香港或這個世界 越來越多個案 這些案件發生的就是癌症 醫生是否 還有發覺好像越來越年輕化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見解 大家都相信有認識相熟的朋友也好 或者家人也好 也有出現癌症 基本上在文明地方的人 一般癌的發病率很高 平均來說 每2.3個男人 會有1個出現癌症 即是在一生之內 每2.8個女性都會有1個 更高一點 即是女性比較少男人 所以這是一個現時的文明地方的癌症 因此是這樣的 當然很多人會有忽略 現在的人不是多了 不過以前的人也有 不過以前醫學的紀錄方面 或者診斷比較差 這不是的 實在現在的人癌症是越來越多的 而癌的死亡率其實也沒有什麼減少 平均的死亡率也差不多 但最令人嚇驚的是 現在患癌的人 可以這麼說是越來越輕化 為什麼呢 我最近也看到一份資料 是一位叫Dr. Joseph McCuller 和Rachel Grange的一篇文章 Dr. McCuller是一位西醫 他也有一個網站 我相信是全世界最流行的 對算有100萬的一天 一天 我們跟他相差很遠 他也提及 現在癌症很明顯是 在T-major和年輕人中 初以這麼說 是在意外之後 最大的死亡原因 是 英國除了意外 是第一大殺手 第二就是癌症 是說說年紀輕人 在13歲到20歲 這一組的人 現在癌症的增加率 差不多是每年增加了1.2% 是 當然很多研究方面的人 都認為遺傳的因素 生活方式的改變 以及在出生前 接觸了很多毒素 亦都很可能解釋到為何這麼多 但其實有其他原因 第一就是環境的毒素 很多方面的研究都發現 我們接觸的毒素 會增加我們患癌的危機 我們也知道 很多化學物質和毒素 在我們的環境裡 是充益我們的環境 無處不在 也可以看到 大家都已經知道 例如沙蟲藥、Pasasai、PCB 對一個未出生的十蚊子的影響 很多時候 媽媽的奶裡面 現在發現 是很高量的 這方面的毒素 所以十蚊子通常都未出現 都是出現這個問題的 有幾個研究發現 如果一個嬰兒 在接觸的毒素多 將來她生癌 對她的機會是增加了 小時候年輕的時候 出現癌的機會是大多了 也可能因為工作的因素 父母是接觸這些毒素 會導致沙蚊子的腦癌 那方面的 毒素的毒素 例如沙蟲藥、Pas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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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提升的風格 會導致沙蚊子的白血病更多 而吸引 也增加沙蚊子患癌的機會 你知道,一个胎儿的成长速度比成年人快 在这个成长阶段,细胞的分化和成长是高速地进展 当然会导致很多时候出错机会增加 如果一个婴儿在胎盆中接触几种这类毒物的时候 当然会直接增加致癌,也会加强对癌的接触敏感 导致导致大时会出现癌症 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已经有本书写出 原来发现,我们的疫苗注射中 其中一个小型麻痹症的疫苗 其实一直含有一种病毒,SV40 这种病毒是发现,导致产生癌症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小时候未打过这种病毒 每个人都会打过,每个人都会打过,每个人都会打过 每个人都会打过,每个人都会打过 这种病毒是需要动物的物料 我们培植小型麻痹症的疫苗 是需要猴子的神障 原来猴子有这种病毒,潜伏病毒 这种病毒在我们的疫苗里面 直接打入我们的小孩的血液里面 慢慢造致他们的病毒出现癌症 这方面,这个资料已经很明显 亦都会发现,每年在美国 因为这种疫苗注射病毒的病毒 引致死亡每年是多过2万宗 好厉害 当然,我们为什么会提及这件事呢? 因为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觉得 小型麻痹症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其实小型麻痹症这种病 大部分的病症不是癱瘫麻痹 百分之九十三,所谓小型麻痹症 其实没有什么病症 普通那种感冒症状是这么多的 小部分会出现这种痰瘫、麻痹 四肢的出现问题 其实简单要预防小型麻痹症 最简单的方法是我们饮食方面 糖分减了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不用去打针 去搞那么多危险的事情 今时今日,如果患小型麻痹症 这种病症是唯一的机会是打针 尤其是接受这种疫苗 是唯一的途径是幻想会有小型麻痹症 简单来说,割了糖分 就可以减低小型麻痹症的风险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加强免疫能力 所以增加芽莓三油 甚至增加芽莓三油 比如阿麻子油、乙健草油 再加强芽粒和肉类的油 也会帮助我们减低这种风险 即是吃高质素的鱼油 或者鲁油 亦都可以帮助我吸取这方面芽莓三油 另外一个原因导致十文仔的癌症 原来十文仔在产生前的营养很重要 一个孕妇在怀孕的时候吃什么 对十文仔的妆来健康很大影响 除了基因之外 如果妈妈在怀孕时不照顾身体和饮食差 这对十文仔是很危险的 不单是在癌症方面 其他的中风、糖尿病、精神分裂病 很多都跟妈妈在怀孕时的营养状态是如何 但是最主要是什么营养呢 在怀孕期间 孕妇需要留意的是有足够的亚米加酸脂肪酸 刚才所说的 最容易吸收到亚米加酸脂肪酸 就是鱼油、敏鱼肝油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时候 都是被那些孕妇用的 但其实要用滏鱼肝油 是孕妇的时候也要用的 即是不要到孕妇生后才用的 另外一个致癌的来源 就是我们的孕妇仔的游乐场所 那些物料 原来很多游乐场所的木的物料 90%这方面的物料 都是经过高压处理过这些木质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会加一些防腐剂 这种防腐剂是一种含有生癌的防腐剂 这种防腐剂对人是一种致癌的物质 当然了 孕妇仔在这些游乐场所去玩 发现很多时候 会将这些生癌的毒素放入口里面 他做过调查 差不多在孕妇仔在游乐场所玩 每个小时把手放入口里面 起码有16次 很明显 这些就会增加 孕妇仔出现肺癌和膀胱癌的机会 不是所有木都有这些问题 有些红木或者Cedarwood 这方面通常不需要有生癌的防腐剂 当然有些是塑胶的物料 或者金属的仪器 这方面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了 大家要留意 在我们的游乐场所 很多这些木料都是经过高压处理 和加过这些生癌的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 我们现在很多新的家师 都是有这些问题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尽量 就是环保一点 和对健康着想一点 尽量不要 家师就常常来都换 有时候不是经济角度来看 和健康角度 因为始终 所有这些现在新的家师 很少用原木做的 很多时候它用压缩的木 没错 加了很多这些致癌的物质 没错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致癌的因素 就是高压电纜 那么发现 如果那些宋文仔 它的居住的地方 生活的地方 是接近这些高压的电纜 它增加它那个患 那个白血癌 血癌的机会是增加了的 那么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解释 为什么会呢 原来在高压电纜的附近 它有很多些 那些油尼子的那些产生 那这些油尼子产生 就可能会令到宋文仔 在附近是不断地吸到下去的 就不是那个电磁场的因素 因为这方面也争吵了很久 有些人说 是不是电磁场的因素 有些研究说 就是没有办法证实 会做到这个原因 但是现在的新的资料 就认为 因为这种高压的环境之下 会产生一种油尼子 一种铃铛 这种有负荷的物质 是会被在呼吸道吸入 导致一个致癌的物质 好了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医疗检查里面 很多时候是喜欢照那些CT scan 你知道CT scan 和传统的X光的片 是有少少不同的 因为CT scan 是要照很多层的 就是要不断地一层一层地掃进去 所以它接受的剂量 亦都是大很多的 这个也是导致这方面的致癌的原因 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新的资料 是证实了 那现在为什么呢 现在10元仔的患癌的机会 其实是不断地增加 在英国过去20年来 每年的增加是大约1.2% 而那个新闻仔死在癌的原因 是仅次于新闻仔死在意外 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留意的问题 真的要关注 多谢医生的分享 其实我们也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电邮收到 其实就是Terence 他在4月6日寄了一封电邮 就是问医生 什么是射炎 医生 可不可以多说一些 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 射炎是什么 或者用途是什么 看看Terence的电邮地址 应该是香港的 是 我相信香港人 始终对这方面的资讯很少 所以我也不怪他 不知道是什么 这些物质 在外国 我相信是普通的药物店 你去说 我想买些卸妍卸 很容易卖得到 在香港 我相信 你去乌神市 去问他们 我相信 很可能都未必卖得到 没错 我们在说射炎 就是顾名思义 是一种轻射作用的 抗物炎 是一种 Hydrated Magnesium Sulfi 可以说 是一种流化味 化学的名字 名字 是 Magnesium Sulfi 7个H2O 就是 Magnesium Sulfi 加7个水元 Hydrated 是 那我们 大家可能都记得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提及射炎 就是我们在做清肝的步骤 里面 我们都叫大家 先用射炎 将腸道清洗了之后 之后 你再饮用4盎司的橄榄油 会逼你的肝排排胆汁 肝汁 这是我们在做过程里做得到的 当然 Epsom Sulfi 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都有得卖 很多时候 这个资料很公开 很多病人 或者外面的顾客 都会自己懂得去 根据这个资料 做清肝这方面 这个就是Epsom Sulfi 但是 我觉得Epsom Sulfi 除了在轻射方面 清肝里面 一个工具 其实Epsom Sulfi 一个用途是很少人知道的 但是这个用途 如果你有这个资料 可以这样说 对你们健康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说是很大的帮助 你知道很多时候 那些人是遇到抽筋 发羊钓 当然 很多时候 有些人在小时候 可能会无缘之间抽筋 或者发烧的过程里面 抽过筋 当然 很多人都很害怕 抽筋这个问题 也很难知道真正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 通常在医学界 如果你是一次两次抽筋 通常他都不会叫你吃抽筋药 但是如果重复性抽筋的时候 他通常会先叫你照一下脑 照一下scan 看看有没有脑袋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问题 毛病 可以从而跟进 但是你会发现 大部分抽筋的人 其实脑袋 没有什么特异的情况 起码没有什么X光片 或者MRI 可以看得出的问题 只有唯有吃药 来抑制抽筋这个问题 但是你知道 所有这些药物 通常对脑袋的发展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如果任何小孩 需要长期服用这些药物 来处理抽筋 他很多时候 智力的成长会有严重的影响 是 好了 原来有一种很简单的工具 便宜到抽筋的工具 便宜到抽筋 另外一种抽筋 这种呢 原来是泄炎 是什么呢 泄炎 是对处理发羊调和抽筋的效果 是惊人的 又便宜到离谱的 是怎样呢 用法很简单 是很简单的 我们用一些最好的 我们叫做化妻肌高的 质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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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 如果家人或者有朋友 有抽筋的问题 是 希望他们就不应该吃肉 吃了西药吃得很长透 是 就算在吃着也好 很多时候那些人一路吃着西药也好 都是在抽筋的 都未能完全控制到 根子到 有些人在吃西药的时候 他就没有抽筋 但也不知道要吃多久 是吧 通常吃一年半载 或者半年之后就停一停 停了之后可能又发了 那变成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到底你现在没有抽筋 是否因为药禁了它 或者根本不吃药也没关系 在外国有一个叫 Human Potential Development 一个机构 是这么多盈利 是处理过很多十元仔抽筋的 那他们的结论 就说 根本很多这样的抽筋药 发羊雕药 根本是没什么效果的 他吃也是这样 不吃也是这样 有些人以为吃着是没事 其实他不吃也没什么 好了 遇到这个情况 加上这些药的副作用这么严重 当然 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 简单的 便宜的天然工具 像是射盐 是麦尼斯兰修肥 来处理 当然是远远性的 是需要这些 所以 不论你的抽筋问题 如何严重也好 不妨可以试一试 是吧 你可能有间歇性的抽筋 膝也控制不了 加了麦尼斯兰修肥 半茶匙 加到铲汁那里 可以试一次 可能完全控制了 是 那已经足够了 是吧 有时有些小孩 可能不是很肯吃的 是 喝 不肯喝 我们有时 有时 叫病人在冲浪里 加些射盐 或者是浸脚那方面 用些射盐 都急伤到的 会多很多的 在这些情况之下 亦都可以控制抽筋这个问题 如果轻微的抽筋 我相信 这个射盐 是很大很大机会 在早期是可以完全控制得到 是 那你便吃这个 吃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停下 是吧 就算你长食都无所谓 始终半茶匙的 对身体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所以这个工具 如果大家认识 是真真正正的 是帮到大家的 OK 好啊 多谢余医生的分享 那也解答了 Terence 的问题 那我们下一节 稍后再回来 再和大家 谈谈其他的电邮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3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好 回来第二节 这节比较特别 很有趣 我们有个个案跟进 其实我们之前在1月29日收到Tony的电话 我们在4月6日回复Tony的一个很详尽的了解 关于他患有牛皮腺 大概已有10年 当然非常困扰他 他寄了一封电话来 多谢袁医生 他说很多谢你解答他的电话 以及给了很多资料 他自己在网上搜寻过一些建议 他现在打算 会有两个星期的餐单 自己找出来 很想请教医生 可否给他一些意见 或者我说一说他的餐单是怎样 好吗 好 看看他找到什么资料 有什么方法 很有趣 早上他首先会服用苦瓜汁 会混合柠檬汁和螺旋组粉 另外也会食用萝卜汁 混合螺旋组粉 又或者他会食用西芹汁 加蜜糖 再加螺旋组粉 又或者另外一种款 青瓜汁加蜜糖 再加螺旋组粉 再加螺旋组粉 到午餐的时候 他会食一些生菜 生的蔬菜沙律 主要是一些芥菜类的蔬果 生菜 菠菜 会加入豆腐 还会搬入味噌汁类 再加牛油果做沙律 他也有问医生 可否喝蔬菜汁混合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晚餐 也有几款餐单 除了有苦瓜汁混合 檸檬汁加螺旋组粉 跟早上一样 亦会选择萝卜汁加螺旋组粉 又或者西芹汁加蜜糖加螺旋组粉 又或者用青瓜汁加蜜糖加螺旋组粉 他中间也会喝些茶 中间间间会喝些茶 而且会看看 会否需要再吃其他种类的油 或者其他的饮料会好些少 而Tony做了很多资料搜集 他在网上也找了一些尿剂 所以就想看看医生可否给他一些意见 另外他也找到一些资料 他打算有些东西会介口 例如鸡蛋、牛奶、肉类、甜的东西 矮瓜类、番茄、辣的东西 和海鲜东西都会介口 他就很想请教袁医生 还有这么多功课 可否给他一些意见 这个个案很有趣 是的 Tony非常用心地帮助 在多方面尋找答案 当然我也可以理解 牛皮腥是一个很顽固的皮肤病 在现时的西医 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有效 我也可以同大家说 就算西医的工具表面有效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指标不自本 如果到这些情况之后 大家有什么要做呢 可以这样说 要自救了 幸好我们今时今日的科技资讯发达 除了我们电台节目 有机会经过网上的电台 和大家分享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因为始终很多大众传媒 所谓主流的传媒 很多时候都不会说这些东西 也有很多在大众传媒 你看到的资讯 很多是广告形式 越来越变成这样 所以真的要靠自己 想办法自救 Tony很明显在网上 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你和他的餐单一看 你都知道 这种是一种清润凉血的饮品 譬如苦瓜汁 红萝卜汁 芹菜汁 还有青瓜汁 再加上是一个很好的 氨基酸的蛋白质的螺旋组 Spirulina 加上他自己在午餐 吃多些沙律 美精 面珍汤 Miso 很多益菌 豆腐加美珍 很多益菌 加上牛油果 是阿米加三的油 很丰富的 你看到 很大机会有帮助 还有Safron Tea 这种排毒 Malanty 是处理腸胃的 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问 我需不需要再吃阿麻子油呢 当然阿麻子油是非常有用的 今时今日的人 很多健康问题 包括糖尿病 都是因为油的问题 好的脂肪酸太少 坏的脂肪酸 即是反式脂肪 和阿米加六的油 容易导致发炎的油 是特别多的 而抗炎的油 阿麻子油 是不足够的 所以他当然应该用阿麻子油 也看到他的戒口 是吧 鸡蛋 牛奶 很多红肉 那些糖分的食物 鸡蛋 葱姜 葱姜 那些辛辣的食物 海产类 都可以这么说 这是一种常遇到的敏感食物 是 我相信 Tony 他可能谈慎一点 才把这个餐单给我们看 我相信 网上这些资料 应该有相当人试过 是吧 也没有推荐任何的产品 只不过是一种资讯的资料 我也觉得成功机会很高 在中医里面 我们也遇到很多的濕疹 牛皮腺这方面 都是用清液凉血的方向去做 油包装 我们看到 食物方面 始终是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能够用食物的治疗工具 是比较适合用草药的 那顺便我们趁这个机会 都讲一讲 在我自然医疗里面 起码在我的工具 用的工具 我们除了用排毒方面 就是用体质水疗 碗腸水疗 淋巴推动 清肝 腎肺方面的排毒之外 我都用很多治疗工具 我认为最高级的 最高层面的治疗工具 是一种叫信息的治疗 即是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 你知道 是经过天然的物质 经过一连串的稀释 当成为一个同类疗剂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物质的 那没有物质是 基本上是什么 是一个信息 是一种生命力 一种能量 这是我认为最高级的药物 第二是食物 是 或者是天然的食物 有机完整的食物 也是最好的 第三是浓缩食物 是 第四是维他命 抗物盐 因为始终维生素 抗物盐 通常都是合成物 不是用天然的食物 来到浓缩出来的 通常是特别的化学物质 但维他命 抗物盐 身体也需要 你不可以没有 再次等些 就是草药 草药有食物的草药 有药物的草药 最不好最不好 就是化学的西药成药 因为这种西药成药 是从来身体没有接触过 身体没有正常存在 也不是我们身体的生命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 在我的用药方面 我觉得 我会把食物方面 排得很高 现在Tony所说的餐单 其实主要是用食物 我相信 他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 我希望Tony自己试过之后 就将他的经历 跟我们分享 你问我 这方面 我觉得是很合理的方法 我觉得应该成功率很高 好了 Tony也在网上找到一些 一种疗剂 你一看名字 一听名字 是一种同类疗剂 同类疗剂 我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同类疗剂 是要对症的 要整体去对症的 很多时候 一般人没有同类疗法 这个足够的知识 去配单方的药 他通常会去 买一些所谓 蜂蜂的药物 是 即是 Tony所说的 Dynamic Nutrition Associated Incorporated 的产品 它是一个 是对 psoriasis 现在看到的成分 就有 Ascenicum album 山埃 我们都和大家分享过 Berber's Aquifolium 和 Calcary Carbonicum 钙形 Graphitis 是一种炭灰 Hydrocordial Asiatica 和Nature Muraticum 这几种疗剂 都是我过去 南床上 在同类疗法的经验 都发现 这些都是对牛皮线有帮助的 但当然 每一个有个别的特性 是 用对不对 就是要用过才知道 是 OK 我将来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个形状是怎样的 或者我可以粗络一点讲讲 好 山埃盈的牛皮线 通常它会变得很厚 会痕 痕得来会有一种灼烈的感觉 山埃盈 跟大家分享 性格方面 都很执着 很多恐惧 这方面 Barbarous Equifolium 这个疗剂 通常它的牛皮线 是一种圆形的 一个ring 或者circular patch 那方面 Calcaria Carbonicum 就比较像是 一个钙形 钙形的 比较十分的方面 人皮肤白白正正 这种型的人 如果出现牛皮线 机会大一点 Graphidus那种型 通常它是比较干厚一点 是 它的硬度比较灰灰厚厚的 这种碳灰形的症状 Hydrochordial Asiatica 那种牛皮线 就很像人的红斑狼瘡 一片片的 我亦都处理过几个 都是这样 它不是很多方面 身体在某一部分 你会看到一块块的口块 通常他们走回来的症状 我有医生说 我可能是红斑狼瘡 这种皮肤的症状 Hydrochordial Asiatica 我过去经验都预认过 这是处理的那种 牛皮线 或者皮肤的毛病 Nature Mule 这个比较是广泛性的 Nature Mule的人 喜欢吃咸的东西 和牛皮肤 亦都可以说 是 变得可以说 是全面 就是普遍多 就是 覆蓋的范围 多 以及很容易脱 那些小的皮肤 是 Nature Mule的人 的性格 比较内向含蓄 就是 每一个疗剂 是有它的特性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去辨认每一个疗剂 哪种对 有时候你试一下这些复方 应该都可以的 是 所以 我觉得是不妨可以试一试 那效果是怎样的呢 希望Tony用了之后 和我们再分享 到时我们有个个案 跟进 可以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都希望Tony 这位听众朋友 早有康复 真的可以跟治到他的问题 那或者 各位朋友 现在我们又有第二个email 就是和大家解答 袁医生 有一位叫Jason 的听众朋友 在4月21日 就传了他的email 过来 他就是问白血病病人 在化疗之中 是有什么食物 或者补充剂 是可以提高 和医治的成效的呢 或者是有什么食物 或者补充剂 可以减少化疗的副作用 似乎都很心急 这位听众朋友 袁医生 可以帮忙解答问题 第一 大家都要了解我们的立场 很多时候 我们化疗 其实大部分的癌症方面 其实那个效果是很诚而问的 我有本书 叫做 Questioning Chemotherapy 这本英文书 作者是 Dr. Ralph Moss 是 Dr. Ralph R.A.L.P.H.Moss M.O.S.S. 他这本书叫做 Questioning Chemotherapy 也提及 其实很多化疗的疗效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人们用了化疗之后 会把身体的免疫能力 都破坏得很厉害 就算表面 将你表面的病症 或者流种 缩小了 很多时候 你缩小的 只不过是将 身体本身正常的细胞 都杀死了 就不是将那个 恶毒的癌细胞 杀死了 所以在表面上 你觉得流种 缩小了 或者表症减少了 但最终最终 将来你的身体 再复发的时候 就是不可收拾 好了 有一个研究 是根据McGill大学的 有一班 疗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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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化疗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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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问医生自己,他会被人用,但他自己有事的时候,他都说他们自己是不会用这种方法的 好了,始终医癌的工具真的实在太多了 我希望将来我会用几次的时间和大家分享 在我们自然医療的领域里面,以及我自己的工具里面,如何处理癌症 但我也不希望你没有收获,没有什么要告诉你 我会用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这个工具我相信是人人都做到的,你不用靠医生的,是一种食物 这种食物在很多人经验上,发现可以处理癌症 这种食物是什么呢?是鲁笋 鲁笋 很简单的鲁笋 要求的份量,香港很幸运,有时候很容易买到鲁笋 白色或者青色,两种都不重要 但也有很多罐头 如果有时候,或者买不到的时候,可以去超市 可以买到这种罐头的鲁笋 需要的份量,将鲁笋的鲁笋 即是鲁笋 鲁笋 鲁笋 变成糊 然后每天,分开两次,每次四汤匙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这样 这种情况之后,你继续这样用 在我们的网上资料,也有些人用这个方法 有一位女士用了一个月以上 她自己是在吃化疗的,用化疗药 在治疗第三期肺癌 而她的肺癌的细胞指数 在一个几月服用鲁笋 她以后由386去下跌至125 她也觉得她的肺癌 她的肺癌 她的肺癌 她说她的肺癌 下次三个月才会复诊 即是效果很好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资料 在很多人用过的资料 其中一个就是在Cancer News Journal 是1979年12月的刊登出来的 这个就是她说一些个案 她说 其中一位个案 我是一位生产学家 我自己是专门研究 食物健康和健康的关系 过去50年来 我也研究这件事 几年之前 我就发现了有一位医生 这位是牙医来的 Richard Ransal R-E-N-S-A-L 她一位牙医 她就报道 原来是盧筍可以医到癌症的 自此之后 我就一直跟她合作 这样 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那我们就报道一下 其中一个位置 其中一个病例一 她说有一个人 她患了一种差不多是绝望的 叫做Hopchkin's disease 就是一种琳巴的癌 可以说她全部是癱痪了 那她在用阿斯巴拉克的 那个芦笋治疗 一言之内 她的医生已经在X光里面 看不到任何男的迹象 那她也可以说她是可以继续回复以前的 很激烈的运动 一个完全癱痪的人 是用盧筍 是处理了这个叫Hopchkin's disease 一种 就是那个 那个琳巴结的癌症 是 另外一个案例 她说有一个68岁的一个伤人 她患了膀胱癌16年 是 用了很多方面的治疗 包括是化疗 她亦都无效的 是 她开始就用那个盧筍治疗 在三个月之内 她的那个检查 发现她的膀胱的流肿是消失了 而且她的神都完全正常了 很神奇 医生真是 是这么简单 很神奇 好 案例第三 有个人有肺癌 在1971年3月5日 她差不多要进行手术 在手术床上一开之后 发现她的癌已经蔓延得太厉害了 她根本无法开刀 是 于是乎医生将她逢合了算 她说这个没有救了 算了不用做那么多 这是三月五日的 到四月五日 她就开始听闻到 这个用盧筍治疗方法 她就立刻开始採用了 那到八月的时候 她在照X光 她说所有的癌都完全消失了 这是一种肺癌 她可以说回复正常的工作 你知道肺癌来说 在香港的存活率 五年的存活率 大概是3%至5% 大家都知道 黄尖 也都知道我们 黄叔 她的存活都是肺癌的 很可惜 没有人及时将这个资料 告诉她 其实原来是这么严重的 癌症 都是可以用一个盧筍的方法 好了 案例第四 有一位女士 有皮肤癌 有很多疑问 是 专家认为 她这些皮肤癌 已经是很美期的 但是 用了盧筍三个月之后 她的专家认为 她的皮肤 完全很正常 是 而且没有了这些皮肤癌的 是 这位女士 她说 这个盧筍治疗 还医治好她的腎病 是 然后在1949年 她为了腎 整个开刀 超过十次以上 一次一次 做完之后又开刀 即是后伤 是 接着 政府一直被她感染 伤残 即是那些 伤残 的 津贴 给她 她也当她是一种 美期的 没有办法再开刀的 腎病 可以这么说 她说 这个盧筍 完全是 医护好她的 很神奇 医生 我想问一下 那盧筍需要先煮 或是这样生 通常是 罐头的盧筍 全部都是经过煮 煮过 不需要生机饮食 这方面 但香港 因为很多机会 可以买到 反而罐头那些 可能都不是 那么普遍 所以 我通常都建议 病人 自己平日 有空 在吃蔬菜里面 香港很多人 都会 撒把菜吃 有机会 每日里面 都有机会 吃一些芦笋 好了 其实这个资料 为什么会 那么神奇 根据一个 1854年 在Pansylvania大学 一位教授 他说 原来有记载 《本草纲目》里面 一个古书 不是那么古 1854年 有记载 原来芦笋 当时是一个很常用的 处理神石的工具 是 甚至乎 他说 在1739年 曾经做过实验 就是 把芦笋 融化神石 所以如果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 这些神石的事情 真的 很痛 一段时间的神石 很痛 很痛 原来芦笋 可以将它 融化 去隔离 他说 他还想 收集多 很多方面 这方面的资料 但医学界 一直是阻难他的 所以 他说 没有办法 我就没有办法 再收集这方面 做这方面的研究 希望大家 将这个方法 散播出去 好了 如果 融蜜 最好 就是 煮一煮 煮它 煮它 20分钟 煮 还有 发现罐头的融蜜 和新鲜的融蜜 一样有效 太好了 他曾经 跟罐头融蜜的公司 跟他们谈过 其中有个叫 Giant & Stokely 这个牌子的融蜜 他们所知道 是不会有防腐剂 和没有杀重药 所以 你只需要把融蜜 放在一个 搅拌器里面 把融蜜 打成糊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只不过 你只需要 早晚吃四湯羹 当食物这样用 通常的症状 在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 就会改善 很简单 当然 除了这样的服食方法 就是一种食物糊的方法 也都将它可以成为饮品 是 是 一样是将它混水 来到当饮品 用的 是 好了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 我都相信 所有能够跟治治疗性的东西 亦都可以预防 尤其是这个食物 是 所以我们应该 平时 在我们的生活方面 多一些进食的融蜜 用一个当饮品 也好 当食物也好 当蔬菜也好 嗯 很神奇 它的功效 是呀 他说 他试过 将两汤羹的融蜜 混水 是 调味 当早餐 和晚餐 就是用融蜜汁 是 是 他说他自己是喜欢热饮 他太太是喜欢动饮 是 就是两方面都可以的 是 是 他通常呢 就是研血 来看看 是 是 他说 有一个医生是 专门是研究营养学的医生 是 我想他就帮他验过血 那这种血 我相信是叫Dark Field Microscope 可以证据 可以活血的检查 可以看到这方面的 好了 那为什么呢 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呢 是 为什么 鲁顺对癌细胞有帮助呢 原来他发现 鲁顺有一种 很丰富的蛋白质 叫做Histone Histone 这种蛋白质 相信是可以控制癌的生长 成长 OK 所以 他说 不如这样说 Histone 这种蛋白质 是一种 控制成长 正常细胞化的成长 你知道癌是一种细胞不受控制地生长 如果任何物质 或者是一种补品 一种食物 可以将它正常化 可以说一种有效得来 应该是绝对没有任何副作用 是 那当然 美国的FDA 就是很不忠 很不忠人知道这件事 是 那很多时候 他都不会提及这个疗效 在美国的国类癌症机构 都发现 那个芦笋含有glutophion glutophion 是身体里面 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 和抗癌的物质 所以 如果大家听众 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我相信 我这个芦笋的方法 是值得尝试 知道 包括这么严重的案例 都是有疗效 所以 如果你说 真是不幸的 又要进行其他治疗 譬如化疗这方面 那我相信 任何的方法 是自然的方法 是帮助你能够处理的癌症 也可以帮你减低化疗的伤害 或者 这位听众可以不妨试一试 其他听众 如果有朋友 遇到这些癌症的问题 都可以建议他们 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将来我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工具 食物的方法 如何去处理癌症 好的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希望 身边朋友 健康好不健康好 都鼓励吃多些芦笋 我相信 都对健康很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多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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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首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腸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